大家好,我是喜欢说真话的Tiger 小米在去年年底的新品发布会上 一共推出了三款新机 分别是小米12,小米12X和小米12 Pro 标志着全新一代的小米旗舰机型隆重登场 其中小米12 Pro无疑是三款机型中最高端的版本 不仅搭载了骁龙8-1处理器 还配备了2K屏幕 各方面的配置都堪称行业顶尖 不过小米12 Pro的优势并不明显 毕竟还有真我GT2 Pro、AQO9 Pro等新机的冲击 另外与三星Galaxy S22、Ultra等机型还有很大差距 所以说小米12系列还缺少一款新机 毕竟小米12 Pro并不是一款顶级旗舰 全新的小米12 Ultra才是最佳综合旗舰 随着时间的推移 这款高端机红的消息也越来越多 MIFIN对于小米12 Ultra也是巧手以盼 让MIFIN们更加期待的是新机的影像系统 今天Tiger就和大家一起来了解一下这款机型 宛观方面 根据疑似真机图和最新的渲染图 小米12 Ultra的正面是一块居中挖孔的微居面屏 这块屏幕应该是三星15材质 在支持LTPO自适应高刷新率的同时 还能够支持DC调光 支持120赫兹刷新率 预计会支持2K甚至是更高的分辨率 并且配合成熟的手势操作逻辑 HDR10加 DCI P3广色域 那么流畅度还有触控隐隐度都会得到保障 这块影像机化呢 模组的方案 而是采用主流的圆形相机模组 辨识度直接拉满 赖卡的logo加持下 设计确实挺好 非常符合高端旗舰机型的设计风格 采用阶梯式方案 举行螺组和圆形相机模组共同组合 后置副屏彻底消失不见 更加注重拍照效果 我们重点说说影像系统 影像系统是小米12 Ultra的重头戏 12 Pro上让米粉们遗憾的长焦镜头 将会在这款机型上回归 而且后置模组各个镜头的规格 都会带来明显的提升 据悉小米12 Ultra后置三色 主射为一颗两仪像素的摄像头 一颗长焦AI镜头 一颗超广角镜头 支持200倍变焦 其超广角 长焦镜头都将达到主射水准 还可能会升级为前望式长焦镜头 搭配超大尺寸传感器 令人拥有非常优秀的拍照效果 最重要的是 小米12 Ultra的影像系统 很可能会有赖卡影像加持 可能很多人都在想 赖卡不是华为手机的联名对象吗 怎么会与小米12 Ultra扯上关系 其实答案很简单 近两年华为手机面临了很大的挑战 赖卡自然想要寻找新的合作伙伴 而小米无疑就是最好的选择 二者的合作也将收获双印的结果 这对于米粉们来说 同样是一个好消息 赖卡或投入小米的怀抱 所以这款影像激黄的拍照效果 非常值得期待 开根觉得这款机型机有可能 再次登顶DXO Mark排行榜 拍照效果不亚于华为P50 Pro 虽然说影像系统缺少了复屏 但从实际体验来看 复屏的实用性并不高 这也是为何其他手机厂商 并没有推出复屏的原因 不过从创新方面来看 复屏能够带来更多意想不到的新功能 正面屏幕自拍 细屏显示等功能都可以在复屏上实现 喜欢复屏的用户也可以考虑小米11 Ultra 各方面配置比小米11 Pro更出色 复屏也拥有更多的玩法 性能方面 虽然说目前天机9000星期已经来临 但各方面信息实在太少 OPPO Find X5 Pro天机版的介绍信息并不多 售价也明显较高 所以小米12 Ultra并不会使用这颗芯片 小米12 Ultra搭载基于4nm 制成工艺的骁龙8-1处理器 已经是板上钉钉的事情 至于会是三星版本还是台机电版本 目前还很难下结论 毕竟这一段时间高通一直在发力 可以这么说 核曼确板LPDD25 TUFS 3.1闪存组成铁三角 但兔兔的理论跑分有望突破110万 除此之外 可以确定 小米在续航领域表现确实很优秀 小米12 Ultra的电池容量在4700毫安至5000毫安之间 而充电功率则是120瓦有自研P1芯片的有限快充 而无限功率50瓦 IP68级别生活防水防尘恐怕也不能缺席 从新机的爆料信息可以看出 各方面配置提升幅度确实很明显 尤其是影像系统 非常值得期待 价格方面 根据行业大推爆料 小米12 Ultra的售价将会和小米11 Ultra的发布售价相同 保持在4999元起售 价格依旧很感人 毕竟苹果的iPhone 13都在加量减价 而小米的价值观本身就是高性价比 只有这样才有更高的竞争力 从而在高端市场与苹果周旋 像雷军所说的那样全面对标苹果 大家期待新的安卓之光吗 欢迎您在评论区交流 想了解更多数码资讯 别忘了订阅关注Tiger 我们下期再见